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中国南南备战失与赛的情况 那么中国的目前已经是全队赶往日本,那随行的队员的话呢有13人 也就是说目前在宁波训练的15名群员有两人已经是被正式淘汰了 一名就是此前大家知道的齐林,另一人的话就是沈梓杰 此前咱们在之前的视频当中也给大家这个分析过 那沈梓杰在第一天的集训当中就是带着重重的后夕出场的 所以从这个情况上来看,沈梓杰没有随队出征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 而且本次阵中啊,我们说啊,中国队带了韩德军,王哲林,周琪,胡金秋 四大内线的情况下,或许对于沈梓杰的需求量确实也不是特别大 那么全队13名队员跟随队一教练组的人员一起赶往日本的线台备战 那里两场与日本队的比赛 而另外一名也就是第14名群员,周琪的话也在结束了自己 在凤凰队的第二场进前赛之后将会从澳大利亚起身赶往日本与球队进行会合 在那里与球队完成一个首次的合练 不过对于周琪来说,他赶往日本的过程可能会相对复杂一点 因为日本这边没有直飞仙台那边的飞机 他需要去新加坡进行一个转机 整个旅程其实从澳大利亚到日本航程距离并不是很长 但是由于这个转机搞得比较麻烦一点 那么周琪所耗费的时间将会达到18个小时 可能会对他的一个状态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不过费了那么大的劲赶到日本的话 我相信周琪应该会最终留在12人打名单之中 你不可能说让他冒着与球队不磨合的风险 还去浪费了这么多的路程的时间 去了之后不把他排进12人名单里边 这个点说不过去 因为正常比赛的话 中国是只能够有12名群员参赛的 那关于周琪的安排 我觉得可能会有所调整 会根据第一场比赛打的一个好坏的情况来进行调整 那我觉得第一场比赛周琪肯定会进入到12人的打名单 甚至会首发出场 承担大量的出场时间 那如果第一场比赛中国队打的比较顺利的情况下 我认为周琪有可能会提前从日本返回澳大利亚 毕竟他与球队的季前赛 凤凰队的季前赛目前还在进行当中 他与球队的磨合 目前来看的话 还没有达到一个完全化的程度 而且在这两场澳大利亚的季前赛当中 周琪也暴露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明显对于整个澳大利亚比赛节奏 包括对抗都不是特别的适应 这两场比赛当中 周琪的上场时间都是非常短 而短的原因不是他的体力不行 而是因为他两次都是泛满离场的 说明他目前还没有完全适应NBL的联赛节奏 要知道这还只是一个季前赛 那到了正常的常规赛当中 这个节奏和对抗强度肯定会继续加深的 所以如果第一场比赛打的比较顺利的话 周琪有可能将会提前返回澳大利亚 去重新备债NBL的联赛 但是如果第一场比赛打的不是特别顺利 比如说像之前亚洲被预选赛的两场比赛 其实中国队打的就不是特别好 两场比赛 中国队尽管当时也没有派出绝对的核心阵容 但是与日本队打的可以说是难解难分 都是十分以内的分差 虽然都是赢的都是中国队 但是赢的是比较简单的 那再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 那周琪有可能还会要留到第二场比赛 所以说周琪的去流问题是存在变数的 而这个变数很有可能就跟第一场 与日本队的比赛息息相关